白居易 他曾经就写到这个 胡雪女 斜鼓一身 双秀举 回雪飘摇 转捧舞 胡雪舞 他在表演的时候 他主要就是以这个雪转来著称的 唐代时期国风非常开放 再加上这个丝绸之路的畅通 所以很多的西域乐舞 就通过丝绸之路 传到中原地区 然后不断地融合发展 胡雪舞是在唐城时期是我们最流行的一种舞蹈 它是由西域 康国米国等 传入到我们中原地方的 最早呢 这个胡雪舞是在宫廷里面去野 然后呢 一直流传到民间 然后整个民间都在效仿这个胡雪舞 人人都在学习胡雪舞 从这个演员的服装的造型上 颜色上 也是通过很多东黄壁画里面的这种 或者出土文物里面 所描绘到在盛唐时期的一些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记载 它会描绘了很多胡雪女 在表演时候的一些状态呀 神情呀 包括她的衣服的一个形质 对我们都是参考一些资料来去做的这么一个演出 那胡舞它一般可以分为三种 女子跳的是狐选舞 男子一般跳的是狐藤舞 那小孩跳的呢 就是褶之舞 我们看到这一幅乐舞图呢 是绘制于苏兹序牧师东壁的墙壁上 位于中间的是一位男子形象 它并不是汉人的形象 而是典型的胡人 它正在这个方坛上 做出翻腾跳跃的舞蹈的姿态 它所跳的这个舞呢 应该是兰于西域的胡藤舞 胡雪舞 它的半乐的时候 它是没有学乐加入的 它主要是以打击乐为主 然后传入到我们那个中原大唐以后呢 它就融入到了我们中原的一些 学乐的一些演奏 然后使得这样的曲子更的辉煌大气 地点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